Hello 大家好 欢迎访问海星微课谈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快速的部署一个Block科学上网的环境 那我一般会使用Locker的一个容器窗口进行一个配置 这样的话我可以快速生成账号 修改账号的一个带宽 以及关闭账号的状态 那我这边直接在一个云平台上面 一步一步演示给大家看 那大家现在看到是我的一个云平台一个后台 那我这里直接创建一个日本的VPS 我使用的系统是Rubinio系列 那我使用的最便宜的 然后这里随便输入一个 开始创建 那我这边有写了一个仓口 那是使用读编9系统 在云 准备下演示 那我这个课程一般 定样控制在7分钟之内 那我为什么使用这个系统呢 因为他这个内核是稍微比较高一点 所以他可以直接开除一个BBR的加速 那国内访问国外的话速度就稍微会快一点 速度有一定的提升 那他这边已经配置好了 那我们直接点击管理 把IP复制下来 然后我直接进入终端 图纸密码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内核 那他内核是4.9的 是稍微比较新的 那我们进行 开启这个加速 只要需要这一个命令就行了 只要需要这一个命令就行了 图纸 粘贴 粘贴 让我们使它另体生效 那我们使它另体生效 那他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已经已经生效了 那我们再进行一个按照一个Docker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直接使用官方的这一个一键命令 就把它安装好了 那我 这个可能稍微等个一分钟左右 好 他如果你是不是管理员照上登录的的话 他建议你输入这个命令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使用的 使用的路透帐号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添加这条命令 那我们 这个Docker的已经创建好了 那我们直接再创建一个 管理 管理界面 他就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 而用网页的形式管理我们所有的一个应用服务 它这个已经创建好了 我们可以查看是不是已经有在运行 他在运行运行在900端口 那我们流浪去打开这个 我们刚才的IP是这个 我们复制一下 你看 900 因为我们这个是使用的 http http的 s的一个协议 我们有前面加个s 在我们的访问 好他会提示 因为我们这些证书没有一个 使用那个 认证中心的一个证书 那我们直接就直接按 继续 那他第一次的会提示我们要 输入我们的帐行密码 第一次会提示我们要输入我们的帐行密码 那我们 测 创建一个密码 那我这里直接 输入一个自己 要这个密码要记住 那我们直接点击创建 那因为我们是使用直接管理到一个 本地的一个 Dock的一个 程序 那我们直接选择 本地 连接 当然如果你随着你一个假设你要服务器很多个 那你可以通过这种可以管理 很多台服务器 这个你可以参考他的一个官方指引 我觉得我我现在就是一个 一个管理界面把所有的一个服务器全部 使用Dock连接起来 这样我就会 需要哪个服务器 我就直接在哪个服务器 创建一个应用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 把我们 想要的一个服务 在 需要的一个服务器 创建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当前是一个也没有 务器也没运行 那我 这里创建了一个模板 那我今天就是 部署一个 Block Block 它是一个小纵型的一个 科学上网的一个 工具 我觉得他速度 速度还不错 我今天上午测试速度还不错 所以我 你打算就把这个 录制下来 那我这里 直接点击应用 那我这里有个Block 那我们点击进去 这个名称你就可以选 因为我这个打 为了变以后续管理 我一般会 看一下这边 对应的是哪个端壳 我是61089 那我这个对应值就是 61089 点 我这个 这个应用程序是一个 Block 因为他这个是Block 他有客户端服务端 我觉得这个是服务 服务端 我就这样 这边可以 不选择这个 用户访问 那我们这边就是对应的这个端口 61089 61089 61089 那我们就点击畅键就行了 他会在后台把我们的Block 服务端的这个 镜像会下载下来 那这里以及下载行我们就点击进去看一下 点击 打开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当前 他的端口是这个对应的端口就是619 就这个是 相当于是容器里面 就是我们这一个利用程序的一个端口 那这边呢就是一个万网的端口是 61089 089是一致的 我建议大家都是一致性的 这样就变一个更好的管理 那这边其实他的密码就是 最简单的密码 那我们可以修改下面他这个 呃 默认的我只是配置他是10兆的带宽 连接数是20个就是TCP连接数 因为有时候一个账号你应该用BT下载的话 整把整个资源 都占用了 我所以 设定是20 那这边是20 那我们再唱 我这边还有一个服务 那我们再点击 这刚才就是容器已经创建了一个 那我再创建一个另外一个 测试一下我当前网络 到 日本这个服务器的一个速度 那我一般会使用这个命令 那我这里 一般我就直接用80端口 然后我就直接部署就行了 他这个 呃镜像文件稍微有点大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 这样 呃创建以后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我们本地到我们那个服务器的速度也通过 这个游览器的速度方式测速下测速 好他这已经下载下来你看他这个事啊刚才我们没有 绑定端口那我这里 演示一下如何绑定 点一下 替换这个因为我们刚才是没有 没有输入这个80 所以我这个输入80 那我这个不需要重新 更新一个镜像 那我们点击 啊他修改 那这个就是8080 那我们就把这个 地址 ip 复制过来 因为我这边是已经使用代理程序所以我把这个代理关掉 好可以看一下我们再测一下 我这个本地到我刚刚上级这个服务器最大的速度因为我们已经开启了 啊 BBI那个加速 哇他这个延迟还是比较高的跑到 日本的延迟 但是他的速度是大概是40 可以测试到50 那我们到时候就看一下我们这个使用程序能不能 啊他上传也可以达到 应该达到一个峰值水平 那我就再创建一个 再创建一个另外一个我就复制一下我这边就输入90吧 因为刚才那个带框只有10兆 那我这里复制是90这边我端可多改 那这下面的也要 也要改成 90 那这个密码就是自己你要修改的密码 到时候你要用到的一个密码 我这里直接输入000006个 6个0 你要这个带宽的话 连接数我就调整200 因为我现在测试用我就200 我这个 速度的话因为我现在目前最大的速度就是100兆的 速度 那我就填写100兆的速度 那我们再 创建一个 好 他就是第2个已经创建好了 那创建好了我要在客户端测试 因为 本来我是打算在windows下面测试给大家看 那我因为我一般系统是linux系统 windows以及后续的一个 演示的 我到时候再重新做一个视频 来演示给大家 那我今天直接在我的linux 那我 因为是我本身是linux系统 所以我直接在我的本 这边直接模板 选择一个客户端 选择这个我就1084吧 因为我以前 这些保时不变 那我们这边有个端口 这个是因为他 第一次创建是没办法修改那个环境变样的 所以我这个是1084对应的这一个 你要创建一个 好他创建好了 那我要修改一下 适合 刚才服务器的对应的信息 那1084我这里也改为1084 那这个环境变样这边一定要修改成 这里是90端口 那这个 ip ip是这个 那也对应的这个服务器的ip地址这边 这个是1084 因为我们刚才改为1084 这个密码是6个0 刚刚我们创建好的 那我们再 重新 按一下这个部署 替换 第一次创建没有 我们再来一次 好 他这个是端口对应1084 端口对应端口 这个名称是我们为了变业识别的 那这边的一个环境变样呢 我们都是对应的 客户端的一个ip 密码 都是对应的 那这样的话那我直接就可以 啊 在我的代理程序这里 0284端口 那我直接 等我这个呢 那我们看一下能不能上YouTube 可以上 应该测试一下速度怎么样 做的还可以的 因为我这个 电脑的一个没有显卡 独立显卡 所以播放高清的 是不是很好的 那我再测试一下这个速度 直接使用这个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全局代理 那我这个ip是这里 它会自动找一个 因为我这个是日本的 那我最好是测试到日本的一个ip 我选择一个 那选择一个这样 那我们开始 测试一下速度 它这个年时是100多 还在看这个速度能不能跑到多大的带宽 因为我现在这个 电脑接接6的带宽是100兽的带宽 还不错 比刚刚直接使用游览器 跑的速度还快 刚刚游览器跑的速度 大概是60 670兽的带宽 那这边呢 上传我看一下上传速度能不能跑上去 我上传值最大只有 30兽 那上传好像是 没有跑上去 那总体来说这个速度还是很好的 比我刚刚 直接连接它本机的一个速度 它只是 又是 这个是跑马上传带宽 下载带宽没有跑马 最后说一下它的一个客户端的配置 那客户端这边呢 那我就没有 做一些演示 那我 稍后 在 不同的平台上再做一个示范的一个讲解 那我这边就直接是 把这个地址 放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可以先去 跟随它的一个指令进行一个安装配置 刚刚刚就是我把一个测试的过程 一步步演示给它 可能时间会能够超高 七八分钟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的给我留言 那我 和大家说一下 我为什么使用这段方式呢 因为我一般 有时候我有很多一个 客户端 连接到不同的服务去向 那我不需要这个 我直接关闭暂停 也很 很方便的 我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用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